第一个高手,Tilantik Sibakai Pengaradaman Botanica,新加坡 你会觉得,老师新加坡不关我们的事啊,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时代的新加坡是非常接近我们的马来西亚半岛 所以新加坡也算是我们那一边,不过在这几十年前才离开罢了 然后人家非常的辉煌,我们就非常的迹象 我们看一看,H.N.N.D.被委认为Daman Botanica,新加坡的一个所谓的董事 然后在法德达达达1870年,Berliotelamon Berkenalkan Technic Torehan System Ebidem 这个东西,before我继续讲下去的话,我show一个所谓的图片给你们看 我开一个所谓的图片给你们看,全部的眼睛大大地看这个图片 听到我讲话的,看到这个图片的按个举手一下 因为我要时时刻刻要确定你们是在这个班里面 因为你们没有开声音,没有开video,所以你们要在这个班 这唯一一个所谓的方式就是要你们按那个raise hand 而我看到如果有人没有按raise hand,就代表他是没有专心 这样我就可以抓他,静瑶,请raise hand 静瑶,这样厉害一讲你就听到 所以我介绍这个招数,这个所谓的国语字 我先讲一讲,这个System Ibidem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等一下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名字 这个System Ibidem,它这个东西是什么厉害呢? 我们先看一看,首先是有一棵树的 有一棵树,一小时画画是这样的啦,没有的要求啦 这个是棵树啦,然后这个是棵树 明显是棵树啦,然后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 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呢,他们 他们要去割那个树,什么树呢? 他们要割这个所谓的橡胶树 OK,有一个人,他要去割这个橡胶树 我们叫做Menore,Menore,Bokok,Geta 他要去割这个橡胶树 这样割橡胶树呢,以前的人呢 他们割法有点比较差,比较弱 怎样割法呢?割那个橡胶树 他们就用那个所谓的Tao 然后割这个橡胶树这一边,割一个流血 书那边有那个橡胶树出来 他割第一天,first day,他过来割这边 第二天又割这边,第三天又割这边 就够力了,为什么够力了呢? 这个所谓的古老的方式是非常浪费时间 而且是非常的old school 这个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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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 这个是很旧很旧很旧的年代的人才会这样做的 这样,这个所谓的,有一个人就看到 他就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图片 Hash and Ridley Hash and Ridley 他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他在想到底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可以割到更多的橡胶质 而又不会把这个橡胶树的quality弄低 他想想想,他用了一个很聪明的方式 这个聪明的方式是这样的 他想了一个概念 可能他一边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就会吃那个鱼骨 他吃那个鱼不小心吃到那个鱼的骨 弄到他就想到有一个概念 他发现了一种鱼 有一种鱼 他发现了一种鱼 鱼的骨是这边 吃完了那个鱼过后 你可以看到鱼的骨来这边 他就想,啊,现在那个年代的人要这样子呢? 不如这样我们聪明一点的方式 来割这个所谓的橡胶树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样子割 第一天他们割这边 OK,割了 然后第二天做不好要割这边呢? 他割另外一边 因为这边也是有橡胶树的嘛 然后第三天又回来这边割啦 第四天又回来这边啦 所以大家割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这样就感觉上是什么 是一个鱼骨的一个pattern 所以这个Syself Evidem呢 是让那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 那个HM Reedy 他想到这个idea 就让到我们的这个橡胶树 越割就越多 因为那个时候橡胶树的需求量是非常大 所以他们割了很多很多的橡胶树 他们就可以拿去卖 一下子卖的更多 他不像以前这样子 割一天 另外一天等它恢复 又再割 又再割 所以这个叫做新的一招 而且鱼骨嘛 对不对 他这边讲是鱼骨嘛 所以我们看回去这边的另外一个字 那Dekernalli 就是另外一个名字 Dekerna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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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ker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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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HM Reedy Deker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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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命运,命运,寿命,他押的意思就是寿命变得更加残 这个东西我们是上个礼拜讲过的,如果没有讲到你快快提醒我 不然我就越过了之前那些东西,因为那个不是我讲的 所以这个招数就是Negley-Negley-Merayu 在HNET的介绍之下,他介绍这个招数叫做Technic-Torrehan System Evident 身體或者Theosis Torrehan Yehkat Hering,来个这个这些书又不使 而这个书又不使 starring, SocialEhats,这个很简单 我已经写在 checklist box里面了,黑他客的意思 如果你要抄可以拿一本书来抄,黑他客的意思叫做 childhood 。 ok?生命,很多人的国语,很多人的所谓的Scarat比较弱 是因为他的国语比较差,所以我先寻华语字给你们看 story 叫做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底H smehuman還有什么贡献 第二个,HM-READY 哇,这个人真的是人才来的 为什么呢?他做了第二个贡献 就是他把那个所谓的 就是那个幼苗 那个所谓的POKOKTA 那个橡胶树的幼苗 放在一个ARANG ARANG是什么意思? 那个炭 草式的炭 通常我们讲 哇,那个树这么大个 或者是树这么小个 我怎样把它从一个地方运去一个地方呢? 这一个高手,HM-READY 他把这个所谓的树 橡胶树的幼苗 从一个地方搬去另外一个地方 而且他用什么方式? 他把那个湿式的湿 然后放在幼苗种在那边 从这个location搬去另外一个location Technic 这个所谓的技巧 可以搬去远远的地方 关键字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再问你 这个HM-READY 我写一写到底HM-READY EVIDEM System EBITEM 这个是你的贡献 第二个你要跟我讲 它就是有一个ARANG 你写一个ARANG 这关键字 ARANG ARANG LUMBIB 我就知道你在哪里了 ARANG Pass 代表它放在一个潮湿的碳,然后晕去一个远的地方 等下我问你,HMReady的关键是什么? 你不用嘴巴讲,你只是写出来,就是这么简单 你可以趁这个时候潮下去 因为我们这个Zoom,它40分钟后,它有stop 一stop过后,你们进回来 你们进回来的话,你们就可以很快速的看不到里面过去的东西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重点给抄下去 Passionity的关键字,System Evidium,跟Aran Part 2 好的,下一个关于Buru的 关于Buru的话,Buru是什么意思? 我送买给你们这个字 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 Buru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劳工 不是劳工啊,劳工 勤劳的劳 劳工 劳工就是外面的人进来做工 我们有听过外劳 那个年代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工 就是说外劳 他们进来来干嘛 来干嘛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所谓的 我讲买国语 Kermasukan Puru Aran Part 2 Kermasukan Puru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外劳 从外面跑进来 是要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location 它的那个种的东西 还有它的那个稻米 越重越快 越重越多 这个所谓的Kermasukan 是越重越快 所以它这边的那个所谓的东西 挖得太多了 那个金很多 我们很开心 Oh my god 在这个Sarawah Saba 在这个Naril-Naril-Milayu 太多钱可以赚了 很多西米可以挖 很多金可以挖 我很兴奋 这样很兴奋 它要挖 可是它是一个英国的高官 它不好意思自己去挖的嘛 但它需要一些人力 来帮它做工 所以英国人聪明这样子 它不会亲力亲为 它会叫人家帮它做工 这样人家帮它做 它给它工钱 但是赚钱是所以英国人 所以它就叫了很多很多的外劳 过来 过来 帮它挖这个金 这样外劳是谁 sorry咯 我们这些华人咯 OK but sorry 现在我们不叫华人 我们现在叫做我们的这个华人 OK 我们是Oranchina 以前我们的祖先 YES 是从中国过来的 但是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你已经在这个你的祖先在这边 已经很多个代料 你不要再讲你自己是外劳了 please OK好 下一个你可以看到 OK 很多很多外劳过来 Buru Lua是外劳 很多外劳过来做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Pelombongan 很多外劳过来做这个Pelombongan Pelombongan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 劳工 Pelombongan的意思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采矿业 采矿业 采矿业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那个 采矿业 哎呀 谁的 我不写采 你们可以帮我写一个话语字在group chat里面 采矿业的采 我忘记这样写了 OK 你们可以帮我写一下 采矿业的采 采花朵采 讲拼音了 你写一个话语字给我 让我copy paste一下 OK 帮我一下 采矿 矿 业 Thank you 子余 谢谢你 Copy一下 OK 大家请看group chat里面 Pelombongan叫做采矿业 采金 采银 采细米 都是叫做采矿业 细米的国语字叫做Dima 所以你可以看这边 Negeri Negeri Melayu 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半岛里面 所有的Negeri Negeri Melayu British Mengkalakkan ke Masukan Buru Asing 英国鼓力 来吧孩子 来吧外面的那个中国人来吧 印度人来吧 OK 来 Mengisi kekosongan pekerjaan Dikawasan Pelombongan Pichitima 因为他发现那个Slam 很多很多西米 那个所谓的Pera 很多很多西米 西米那个时候非常赚钱 所以他就叫我们过来过来过来 挖西米 去卖卖卖卖 这样我就可以赚多多钱 我是谁 这个我就是谁 这个我就是我们的 英国人 英国人 你不要跟我讲Amerika 你来到了第六课 你跟我讲 你阿爸 You know America Donald Trump OK 我不要这样 这个是我们的British 下一个 沙瓦 我们的沙瓦 有华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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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下一个 沙瓦 这班所谓的外面人 又是欧人秦 等下 这班是欧人秦 所以沙瓦 有欧人秦 不要得罪他们 他们也是华人来的 所以SPUB 他又鼓励了 那个所谓的中国人 华人呢 就过来找这个 Emas Di Sungai Sekama 这个是在沙瓦的Bau 这个Bau 跟你讲明显 这个地方名字 你不要跟我讲 这个是味道 哦 想念你的味道 不是 Bau是一个地方名字 就是我们的沙瓦里面的 有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 金的一个地区 现在有吗 很少了 OK 现在很少了 为什么 那个年代咯 200多年前 100多年前 就是给我们的Pretish老啊娘咯 OK 下一个 请这边华人 请来做磨 来挖西米 OK明白 下一个 种刀米 种那个所谓的农业 不是刀米 对不起 种农业 也是要请这个所谓的外面的 那些 外劳 来过来就做 so,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Neguli Nagi Murayu 这个马来洲 背と ora river uation囉 说你明白为什么我们华人可以在马来西亚嘛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我们印度人可以在马来西亚嘛 因为那个年代 印度人 从印度来 华人从中国来 是来 华人是负责采精的 然后中国 印度来的 是负责做 这是我们师父的解决这个更大的橡胶园的 下一个 沙拉瓦 在这个 印度人是来做橡胶园的 For 沙拉瓦 在 1901 年 Uranchina 福召 我不懂你们谁是福召人 天国 求召人 福召人 这个是 combined 福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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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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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拉瓦里面 在 1901 年 福召 迪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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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沙拉瓦来做成 布鲁拉瓦 Jawa 迪宝 迪宝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关键字 For 沙拉瓦 迪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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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巴塞西亚 半岛 For 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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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来干嘛 挖什么 你要跟我讲 如果我问你 请问沙拉瓦人来做什么 挖什么 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先 写一写 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 那个华人 有讲华人吗 没有 请问华人来沙拉瓦里挖什么 在挖什么 给个 tips 以你 我把它关掉 我把它关掉 告诉我 现在告诉我 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写一写 Sualan Satu Sualan Satu Sualan Satu 告诉我 我们的华人 从外面的国家来这边干嘛 来沙拉瓦干嘛 来写答案给我 OK 华人来沙拉瓦干嘛 Yes OK 你看这边 一个沙拉瓦 华人来沙拉瓦干嘛 这边 这边这句话 你们找这句话 Yes 子余对了 其他人来 不要每次只有子余一个人回答哦 Ettial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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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讲完这个 OK 给你们互动一下 写一些答案 沙拉瓦干嘛 OK 敬瑶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的配合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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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文狗哥 环京 Chloe 醒来咯 不要吃饭咯 醒来咯 两个刚睡醒的样子 来快点 写答案给我 百祥 Thank you 丸京 Thank you 来还有两个 Chloe 还有我们的这个 谁 还有谁 Chloe还有谁 力文 OK 力文 Thank you 大致上每个人都对了啦 可是你要看清楚 Emmas是一个金属 Anti Money 也是一个金属 来我给你们看 Anti Money的 pattern 大家看一看 嗯 不要紧张 不要怕怕 我们看Anti Money 这边 OK 我写一写 Anti Money Right 我们看Anti Money 那Anti Money 是这样子的一个 pattern 它是金属来的 它们讲是可以做那个子弹的啦 还有做这个奖杯啦 子弹也是可以做的 它的users很多的 Anti Money OK This is Anti Money 它有一个学号的 反正你们早上学过什么Priotic Taper Priotic Taper 叫做SB 不是Sinabintang 是SB OK 送回答来这边 OK 回答来这边 好了 谢谢大家 来我们看下一个 Chloe你醒了没有 来我们看下一个 Bertanian 就是我们的这个农业 Negre Negre 马来游 那个所谓的马来的地方 Oraindia 印度人 他们就在Beradam Gedda里面坐 那个中国人就是 Fuk tchau Fuk tchau Fuk gindz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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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wa 然后Saba 又有这个华人 OK 又有这个华人 Fuk gindza 但是Saba 里面 这个是采矿业 All right 这个是采矿业 这个是我们的种植业 OK 原来华人除了进来采金 采那个细米之外 华人也有做很多东西的 华人也有做很多东西的 就种 那个所谓的那个 种植 OK 让Saba 中的华人更加特别 他们种 Dumbakau OK 他们种这个Dumbakau 我写一写Dumbakau的意思 非常简单 Alright 大家请看Dumbakau Dumbak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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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 去发展这个烟草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那 这个是我们的第六面 我们现在看买第六面 加买这个第七面 我们就可以stop了 OK 我再买第六 跟第七 But before that 我们介绍这个第六面的烟草 Dumbak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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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tiraf 是 发建 Dumbakau 以所谓的Berlander & Américas Sharicat 我们的烟草是来做巷烟,对不对 这样有一个生字叫做Cherut Cherut叫什么,Cherut叫这个 Cherut叫雪家 来一个高手可以给我写一个华语字一下 雪家 我上网给你们看Google,你们在这个时候帮我写一个华语字 帮我一下,因为那个雪家 给你帮我写一个华语字一下 Cherut是这个,Cherut 你不要再吸什么鬼烟啊,不要吸什么水烟啊 吸什么电子烟啊,OMG 你看这种,这种是高贵的,这种不是来吸的 这种是来收藏的,来嗅它的味道 OMG,在我们的美国人啊,如果你是个有钱人,有地位的人啊 你才吸这种啊,alright OK,我看到有人写了 OK,thank you,thank you,有人写了,谢谢你,谢谢你 OK,谢谢,谢谢 那每次就有子余写吧 呦呦呦,其他人不会写的 OK,来我们看回来 OK,大家自己人吗 又不是我不认识写的话,一字给我吧 thank you,子余 OK,下一个 老定要讲 I don't know,I don't know Chinese 好,来,我们看这个 Skala Bersa dan Berchirikan Export 来,学什么 现在我们要看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他们的那个所谓的英国人啊,他们在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里面啊,Sabasawa加买马来西亚半岛是不是 他们所拉的东西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ratio 怎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在 我们通常头脑里面讲,我们头脑里面讲,如果你妈妈 去巴萨里面买菜 妈妈买菜是买一个礼拜的菜啦,又或者是买一天两天 只不过MCO来了才特别一点买一个月的那个菜 这样才夸张一点,但是呢,那个是你妈妈去巴萨买菜 而我们英国呢,她去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来我们马来西亚里面不是买菜的嘛,她是拿菜 怎么样拿呢,她拿很大量的菜 你妈咪是拿一个礼拜,买一个礼拜,买一个所谓的那个一个月 她是买一个年份的东西 全部拿去卖给外国,她是卖菜的 卖给外国的,是卖很大很大很大份的 alright,so你可以看到这个Skala Bersa就是说很大 很大量,然后export的意思就是我们那个所谓的出口 export的意思是出口,so你可以看到第一句 Keketan Perlombongan Dan Perlombongan Dan Perlombongan Dijjankan Shichara Bersa Bersarandi Negakita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有刚刚所种的东西,所采矿的东西呢 它是很大量的做,它不是做一两个人去做这个生意,它是很多员工去做 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就是很多很多人,所以它卖的东西是很大量的 Keketan Perlombongan Export Export是什么意思?出口 我现在教买你们做几个字,非常简单的 Export 等于出口 Export等于出口,出口在干嘛呢?出口来赚钱啦 Import就是等于那个进口 Import就是进口,再送了一个字 Entryport Entryport的意思叫做进出口 Entryport的意思就是进出口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到我们去写去明白这个story 所以我这么辛苦得到你的马来西亚 我不可以来拿两样三样嘛 我一定要拿一百样一千样,有两样三样跟一千样 我当然是要拿最多一个啦 OK,同样的道理啦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 Pelombongan到底它出口多少个 然后这个所谓的Petania它到底出口多少个 然后这个6.2就是Dichimet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的 OK,好,我们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讲完它先 这个Pelombongan Pelombongan Pader Aqiu Abad ke 19 Negarkita出了一个全世界55%的那个西米 我讲过语多一次 Pader Aqiu Abad ke Sambian Plus Negarkita mengelua kam 55% Dari pada ke luaran bjitima dunia 听清楚 听清楚 我们的国家罢了 它是出口全世界全世界55% 我给你一个概念什么叫55% 全世界这么多人 全世界这么多人 我们已经出超过一半的西米 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个很强大国家 如果没有英国来 我们的西米我们会很有钱的 但是英国挖完了 Sorry,英国挖完了 所以我们已经没有钱了 所以下一个你可以看到 Pader Tawun 1898年 Pelombongan Arambadu 这个是我们的bjitima bjitima出口大概有55%的那个数量 整个世界里面100%它有55% 1898 Arambadu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碳 它在我们的沙拉瓦里面的那个数量 是13390的那个碳 然后在Miri Miri就是我们的bjitima 你一看到Miri 你都想到bjitima 这个沙拉瓦里面也是出口的油 大概有149 146 729 碳的那个所谓的数量 所以这也是大数目 这个是大数目 尤其是这个bjitima 那个时代真的是很需要bjitima OK 他们就可以赚很多钱 All right so这个等下我们再看 OK 我们先stop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